施罗波罗蜜 施罗波罗蜜呢 这就是一个什么 虚陀虚魔王 这个虚陀虚魔王是谁 那我们来看 虚陀虚魔王 磨砂波陀大王 磨砂波陀大王是谁 有一个虚陀虚魔王 这个王很精进 他最精进的就是 他从来不讲谎话 就是食语 食语界 就是不忘语界 那有一天早上呢 就坐车出门 结果有一个婆罗门 就来跟 这个跟王讲说 国王你是很慈悲的 那你可不可以布施给我 我很贫穷 很贫穷 所以他就承诺了这个婆罗门 王就回答说 是 那我就 我现在呢出门 那我回家的时候呢 你来找我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你来找我 我会布施给你 所以他承诺了这个婆罗门 好 坐持鱼蚁 他就去游玩 去泡温泉应该是 结果呢就被抓走了 有没有 就被抓走了 这陆族王呢就从空中飞过来 就把他的这个才女全部抓走 然后把王全部抓走 就是这个一下子就抓了王 他为什么会有陆族王 这陆族王其实是一个有邪见的王 他信了一个外道 他信了一个外道之后呢 他说这个外道教他 要抓到一千个王 把这个世界上抓了一千个王 来练丹 他就会长生不老这样 然后会修到 无上道 那个央觉摩罗也是这样嘛 就是被外道的观念去误导了 然后他就抓抓抓抓到 999个就剩下一个 所以这个陆族王呢 就把这个王给他抓走了 那抓走了之后呢 还治99主王 是99个 这是99个 然后虚陀虚魔王 他是第100个 第100个他就说 这个王啊 你在这个地方不要哭 大家都哭过了 他们哭了没有用 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哭成这个样子呢 虚陀虚魔王说 其实我没有 没有为了自己的生命哭 我是很难过 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我答应了一个婆罗门 有没有 那这个婆罗门 他就是已经穷到 他今天如果 我没有布施给他 他就可能真的走投无路了 他连我都来求了 你看他走投无路 那我现在呢 被你抓来了 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了 你看他的念头是这样 那这个陀虚王说 真的还假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哪有可能 你一定是在担心你自己快死了 那这个陀虚王呢 就说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心里面这么有挂爱 那我就让你回去 七天之后呢 你把事情办一办 七天之后自动来报到 我就不相信你是真的 但是呢 我也不怕你是假的 你如果是假的 从此逃回家了 我还是可以把你抓来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陀虚王很厉害啊 他那个神力 好 那取辱不难 虚陀虚魔王 他就回国了之后呢 他回国 他是只有布施给那个婆罗门吗 没有 因为反正他要死了嘛 他七天之后就要死了 所以他干脆怎样 把该做的事情要做一做 交代好 对不对 第一个他的国家 就让太子要继承 太子呢 就说 不要啦 我们躲起来就好了啊 我们国家有军队啊 不要怕一个陆族王 有没有 其实他也不是怕军队 有没有 他说他其实是一个承诺 就是承诺 我也答应陆族王了嘛 我已经答应 所以他就把太子立为王了之后呢 又把他自己身边的 所有可以动用的财产 都通通做布施 好 那这是 就是大家通通都不要再留我了 我就是要去满这个陆族王的愿 否则呢 陆族王以他的神力啊 他可能整个国家都遭殃了 好 那再来呢 他就讲最主要的是因为要 要食语 他自己持戒嘛 持戒 所以他今天是遵守食语 如是思维以王吉发去到陆族王所 陆族摇见欢喜而言 你真的呢 是食语人哦 所有的人都为了生命 而不惜打妄语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会 要什么 方便妄语啊 所有的方便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方便啊 所以呢 我们的方便妄语从早打到晚都不会脸红 为什么 因为开方便嘛 是不是 就是很方便啊 那到最后呢 其实都还是满口谎言啊 就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是满口谎言 从来没有人为了坚持自己的心里面的话 就是讲实话 甚至于我们到现在这个时代了 甚至于讲实话的人 人家也不相信他是讲实话 因为有太多的人 发誓我讲的是实话 所以呢 搞得所有的人都是已经都不是搞不清楚自己是实话还是假话了 好 所以虚魔王他就讲实话 而让所有的王其他那99个就被陆竹王放走了 他就很感动了啊 他说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真的我还真的遇到世间真的有好人 所以呢这是陆竹王 他其实也还蛮有善根的 他竟然这样子就能够把所有的王都放走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